大家好呀,这里是娜家的小花园 因为近期我话有跟我说 今年想养铁线连了 所以希望我赶紧推出一期 铁线连的养护方法的视频 然后让它有信心 能够养好铁线连 OK,满足你的心愿 虽然现在铁线连基本上都还没有打开 只开了几朵,可以给大家先来看一下 左边这颗是倒影 就是去年那个小苗哦 第二次补的苗 第一次那个已经拜拜了 利枯病死了 这个是第二颗小苗 买进来的现在是虫瓣了 我记得去年是不是单瓣 是听有话有说 第二年的倒影它可以开成虫瓣 果然 你可以看看这个花苞 乌托邦它的生长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它离开花还有一段时间 那为什么现在就拍呢 因为接下来就入下了 入下之后呢 铁线连养护难度就会升级 所以大家要入苗的话就要趁早 所以赶紧退出这期视频 好,之前我还有两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原空和解放 为什么今年没有了呢 其实去年也有跟大家说过 有些话有可能错过了一期视频没有听到啊 因为它们俩都是二类铁 二类铁它的特点就是早花大花 开得非常的早 花也很大 花量非常丰富 但是呢 它一年当中呢 就这第一波花 它是开得非常好的 然后到秋天会零零星星的开几朵 但花量就非常的少 跟乌托邦是没有办法比的 那我右边这个乌托邦在我这边也已经有四五年了 它在我这里是可以做到一年四季都爆花 春天爆花 甚至夏天也可以爆花 但是夏天这个花会小很多 长得非常秀珍 有点像银币 秋天自然也能爆花 一直开到这个初冬 因为乌托邦的开花性明显是比原空和解放要好 所以感觉我种花就有一个原则 不希望它是一季化 所以呢 像我这个入的这个倒影 它跟原空一样 它也是F系的 也就意味着它一年四季当中肯定不止一季化 这也是我入它原因 再说它这种蓝紫色呢 也是我很喜欢的 是月季所缺少的 是买来跟月季互补的 所以今年如果想养铁线莲花 首先在品种上 我觉得你也需要去了解一下 因为铁线莲它有好几种啊 它的开花特性都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呢 就跟大家说一下 铁线莲它跟月季有哪些地方不同吧 那第一个呢 它比月季更耐阴 月季呢 更喜阳一些 没有足够的阳光 月季是开不好花的 但铁线莲不一样 像这个乌托邦 去年我把它放到一个 大概是半日照的地方吧 它同样能开爆花吧 去年这个花贴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啊 很震撼 但它当时所享受到的阳光 并不是很充分 所以铁线莲比月季 更耐阴一些 第二个呢 它没有月季那样 蓄水量那么大 除了打花包和开花的时间 或者它根系非常发达 已经长满你整个花盆 那它蓄水量也会大一点 否则的话 很容易闷羹 或者滋生很多的病菌 从而导致利窟病 等一些情况的发生 第三个 铁线莲的配图 可以更偏碱性一些 个人觉得偏碱性 可能会对预防一些病害 像利窟病之类的 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 第四个 我这边FC的铁线莲 一年大概开三次左右吧 三次到四次 但月季开得多的话 能开六七次 所以花期相对来说 比月季少一些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铁线莲的配图 那刚刚也说过 铁线莲的配图 可以更偏碱性一些 所以我在跟月季 其他植料是相同的情况下 增加了 这个稻壳碳的含量 也加入了适量的草木灰在里面 这样的话 对预防病害虫害 可能会更有帮助一些 尤其是一些病害 而其他的植料 跟月季是差不多 就比例上呢 会有一些改变 第二个呢 那浇水施肥的话 像花期 它虚肥 虚水量比较大 可以等同于月季 那么在它其他的生长期的话 可能大家还是要偏干养一些 跟月季相比的话 施肥的频率 也可以减少一些 比较浓度呢 我还是跟月季一样的 都是1比1500左右 这样的浓度 然后第四块呢 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铁线莲的病虫害 那铁线莲它的病虫害 比月季要少很多 它主要危害它的是 一种前叶营 它会把铁线莲的叶子 咬成一丝一丝 这样的情况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这边铁线莲 没有这种前叶营 叶子都还比较健康 我可以把这个网上的图片 放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第二个呢 铁线莲莲的话 令人深恶痛绝的 就是它利枯病 说起利枯病 那就要说一下 去年我第一颗买的倒影 就是利枯病死的 但是今年这颗倒影 你可以看一下 从头到尾 其实也有突然升温的 这种情况 但是 目前生长态势 一切良好 所以在这里浅谈一下吧 我不敢说 自己有多资深啊 浅谈一下 怎么预防铁线莲的利枯病 尤其是像倒影这种 很容易利枯的品种 首先利枯病 它会发生在 九雨之后 突然的高温的晴天 那么有些铁线莲 它底部的枝条 就会被一些有害菌清洗 从而腐烂掉 去年的这个倒影 就是这样死的 但是今年这个倒影 我觉得一般来说 不太会发生 那么严重的利枯病 首先第一个呢 刚刚给它修剪之后 发芽的情况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底下 它长了很多很多的 小芽出来 也就是每一个 都是独立的植株 哪怕其中一颗哭掉了 其他的 都还可以健康地活着 所以它也许会 哭掉一两根枝条 但不会全部都哭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底部啊 已经基本上是 密不透风的 这么一个情况了 你说雨水 能直接流到这个底部 其实也不太容易的 上面 它应该 雨水到这里的时候 先叶子遮盖掉了一部分 所以我每次给它浇水的时候 我会发现 它的盆土干得非常快 一个根系发达 第二个可能雨水 渗到下面的并不多 所以这样的话 就有效地阻隔了一部分 有害菌对它根部的 这个枝条的倾斜 所以铁线连利枯病的预防 个人觉得把根系线养好 然后让它上面长成 枝繁叶茂的 我觉得也是抵御 利枯病的一种方法 好 接下来再谈谈 第五点 夏季的养护 夏季呢 铁线连一般都会处于 休眠状态 但是为什么我这边 能爆花呢 因为我在这一波花后 我会给它进行一个 七叉茧的操作 然后它冒出来的小牙 上面马上又会 像现在一样 过一段时间 打上小花包 就会开花 也会有一个爆花的效果 所以FC铁线连就这点好 另外呢 铁线连其实 夏天的时候需要遮阴 它不像月季 丝毫不具高温 那铁线连还是有点害怕的 大家可以做好 盆土降温的措施之后呢 给它放到半遮阴的地方 完全晒不到太阳 也不太合适 如果你想让它爆花的话 半日照吧 早晨阳光能晒到 中午之后就晒不到了 这样的地方比较适合它 最后呢 就是冬季的冬茧 我是奇茶茧 但是我不是在冬季进行的 就给月季都冬剪完了之后 再给铁线连进行一个奇茶茧 这是在春节之后 才会给它做的一件事情 大家不要剪得太早 好的 以上就是铁线连的 掩护方法总结了 个人觉得铁线连 还是比较好养的 如果你想开花琴的话 不妨选择跟我一样的 FC铁线连吧 这两款其实都是蓝紫色 很喜欢 对今年的倒影 充满期待开花的时候呢 继续给大家拍他们的视频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